大家看,这位朝气蓬勃的小帅哥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,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系,30岁的庞巡,在中国监狱里被活活打死,尸体上已是遍体磷伤,全身上下都有电击和殴打的痕迹,并出现了失禁。 他因修炼法轮功于2020年6月被抓,被判刑5年,于2022年12月初被打死在监狱里。 他的大学同学刚刚得到家属的许可发布此视频和一些照片。 据去他家探望的朋友讲,目前他的妈妈现在已经哭成了泪人。 他本来看了他这个,大家不过来看一歪吗? 大家不过来看一看一看一关啊! 他本来看一看! 看一看! 他本来看一看! 他本来看一看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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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